今天我们要干一家大舌 干好爸爸今天也休息 它要炒汤子 这个汤子它炒得特别好 这个可以用来做红烧菜 干菜都可以使用 本来我们是要在我们美器上面炒的 但是我们那个地方比较小 不方便 所以我们还是来到田楼上 烧了个火炉炒 田楼上又宽敞又凉 所以我们就决定在这个地方炒 现在开始在准备放火炉 我把这个锅放在上面 整锅可以不 备它 今天宝宝是专业的哈 要把汤炒多大 吃水了嘛 这汤粉到生活的吧 师傅 我们今天整个人在这里炒 手艺哦 这个火上来了 这个火上来了 这看着炒好的杜莲 这炒得还会了哈 炒几块 好 你说那些就可以用啊 斟蛋也要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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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叫 叫 斟蛋也要咯 草叛咯 你说哪些就可以用啊 那些东西 各样的要用,只是凉菜不用,炒菜不用,过多样菜都不用 红砂的菜也要哈 真的都是 红砂的还没要好多用 你处适用好的红砂菜嘛 它这个红砂也可以用咯 嗯,它就发红了 这个是一个做的啊 上色比较好看 是不是这样抬起来 好酷 好酷 天呐 好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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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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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红啊 今天这一批汤汁已经干好了 我觉得如果喜欢做美食的家人的话 家里一定要必备 给你们看一下我们汤汁的效果 给你们看一下颜色 非常漂亮 这个要等它冷却以后就可以练过哈 留下来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